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欢迎回到《猫我狼》的频道 这次我们来到了韩馆 继续是我在北海道六天午夜的行程 冬野湖之后会去韩馆 渣谎和韩馆之间的特级列车是北斗号 中途会经过登别、冬野和大找公园等著名的景点 如果往南走去韩馆的话 强烈建议各位小伙伴要选左手边的位置 这样一路上80%的时间都能有内部弯的海景伴随 20多摄氏度的车厢和窗外零下十几度的世界 银庄素果的雪景和一望无际的大海茫茫 这种反差感带来的小确性 真的不是很多机会能够拥有 沿途还能够看到标高1131米 目前还是火火山的北海道巨岳 这次在韩馆的行程 也是主打一个轻松休闲随心所欲 我甚至连热门的头两位 韩馆夜景和五陵锅都没有去 但相信我 旅游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 去打卡那些早就被别人定义好的热门景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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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一起来开箱一下 在韩馆会住三个晚上的酒店 那这家酒店呢 可以说它的地理位置 是相当之一流的 就在JR韩馆站的站台的上面 非常方便就在于呢 现在下着大雪的天气呢 从车站都不用走到户外 直接它会有一个连廊过来 出站之后一分钟就可以到酒店了 那为什么会这么有地理位置的优势呢 因为它就是JR集团 自己的酒店叫做JR Inn 是一个新开的酒店来的 各位刚好幸运分到高层的话呢 可以看到了韩馆这边的一些海景 向北面的看铁路的一些景色的 但很可惜它这次分到我的 是三楼 那只能够看到呢 JR韩馆站前的一个小广场的一些景致 这样子基本上没什么景致可言 酒店呢是双床房啊 它的设置呢还蛮特别的 就我应该是几乎没看过这种设置 当然啦就是它洗漱方面 也是干湿分离这样分开了 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洗手台的位置 房间最特别的地方呢 就在于它中间 变成了一个放座位的地方 两边是单人床 细想之后还蛮科学的 因为呢以往双床房其实两张床是靠得太近 有时候一个拳头的位置可能就是这么挨着 因为日本房间的这个面积的关系啊 不太熟的朋友 或者说是有洁癖的朋友 其实这样挨着的话 挺心里面挺不舒服的 而且呢这样中间的话 可以坐着这样看电视还蛮科学的 这家酒店有一个比较特色的地方 就因为它是JR的集团的酒店 所以它有很多的火车元素 包括呢在大唐会有一些站牌啊 然后布置等等 然后它还有呢 一个火车主题的房间 各位如果是火车迷的话 可以选择那个 然后它有大浴场方面呢 景观应该算是非常不错的 它在顶楼 也可以看到了韩馆这边的一些海景啊 城市景观啊 晚上的话可以看到韩馆的夜景 早餐方面呢也是蛮有特色的 那有机会看看之后的早上 会不会在这边吃早饭 因为它的早饭呢 其中有一个很特色的东西 就是回转寿司 各种卫生小用品在大唐有提供 还有各种类型的枕头 也有一个小角落 提供了很多旅游资讯的小册子 酒店的亮点之一 还有顶楼的休息室 在这里 韩馆南边的景色一览无遗 入住的三天时间 我也经常上来这里放空一下 上午 傍晚和夜景 都有不同的氛围感 可以说 比很多付费的打卡点 要值得向我时间 这里也有提供咖啡 茶 报纸和一些书籍等等 到过韩馆 然后在酒店放下行李之后呢 原本想说呢 是试一下这边 曾经我记得在B站有一位观众朋友提过的在韩馆这边的回转寿司超级好吃的 所以呢特别来到第一顿就想吃一家韩馆这边的回转寿司找了一家塔白肋骨上面最高分的一家但是呢很遗憾啦两点多来到他就说就是午饭的那个营业时间过了 现在呢我们就在那个红砖仓库对面有一家呢就是在日本也是连锁的家庭料理咖啡来的 Komedas Coffee 然后呢在很多地方都有 而且呢在便利店上面呢有很多的那个杯装的那个咖啡 其中一个知名的牌子就是他们家 这一家我觉得氛围感还蛮不错的 它因为呢是很特别的一个独栋的木屋来的就在那个海港的旁边 装饰呢会有圣诞气氛 所以跟他们那个木格调的那种装饰非常配 而且呢就在这个窗户前面呢 它种植了很多就是很香生蛋树的那种的植物 超级超级有感觉的 刚吃完这家餐厅的这个食物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不用想的重要好很多 而且我觉得是目前为止 我吃到过的这一类的连锁餐厅出品最好的 比如说是它的那个汉堡包 就是里面的那个肉馅 虽然说是像可乐点不太说 我喜欢吃东西 但是不得不说它是做得蛮好的 甜品的那个炸面包上面有炼奶 然后还有雪糕的那个 我也不知道那个名字叫什么 那个还蛮好吃的 所以这家咖啡也是很不错啊 所以蛮推荐大家过来 就是如果你零食找不到什么东西 地方吃饭的话 我觉得这个选择还蛮不错 你看它杯子还蛮漂亮 红砖仓库就在韩馆港湾附近 应该是除了韩馆山叶景和武林郭之外 韩馆最热的景点之一了 刚好呢我这次来北海道是跨越圣诞假期的这个时节啊 我觉得如果是刚好圣诞附近过来北海道的话呢 非常推荐就是圣诞的这几天呢 留在韩馆这边超有圣诞气氛 而且这边的建筑还有这个氛围加在一起 很像北欧的存在 这么冷的天气还有人力车啊 红砖仓库白天和夜晚都会呈现不同的风情 1859年的时候 韩馆和横滨长崎一起作为日本最初的国际贸易港而开港 港口带动了城市的繁荣 无数的新鲜与文化从这里上岸 向其他城市传播 红砖仓库里面也有伴手礼 杂货 轻时可备等等的店铺 这边呢有一个手作体 就是北海道不是玻璃制品非常出名吗 就用各种玻璃小制品 然后做成自己喜欢的一些音乐盒啊 模型啊这样子 这边还有一个超好光的超市 韩馆的很多名物和有名的手信 都可以在这里买到 尤其是有很多性价比不错的北海道海鲜 这种蟹腿超便宜的 而且呢它是就这么就可以吃的 它在上面写着呢就是说 就这么解冻 然后呢就可以这样吃 感觉上要比去海鲜市场买要便宜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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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这个南方的人还是超幸的呢 怎么大雪莫名的开心起来 今天晚上的晚餐原本说是要去吃那个回转寿司的 但是呢 后来觉得这么冷的天气 尤其是我下超大雪的好不好 所以呢 还是挑一点汤汤水水的锅物的 在北海道这边非常出名的一道料理就是汤咖喱 然后呢 之前我其实到东的那次旅行 包括之前来北海道的旅行都没有试过汤咖喱的 这次在韩馆一顿的晚餐 就打算试一下在这边还蛮高峰挺人气的这一家汤咖喱 来试一下这个汤咖喱 北海道这边是蛮有历史的 因为这边呢就盛产各种的锅物料理 所以呢 这边的咖喱呢也是汤汤水水的这种的形式出现 听说是在九十年代的开始 忽然间流行起来这种汤咖喱 然后呢二零零几年的时候呢 达到了一个顶峰盛行 所以呢现在在渣华那边呢 超多这种的汤咖喱的店铺 虽然看上去是蛮稀的 但是味道好浓郁 所以汤咖喱呢经常会用到的 是一种虾的汤底来的 各种的香料味非常的足 它有点类似于东南亚的那种 肉骨茶的那种传统的这个汤咖喱的主体呢 是这个鸡肉 所以呢 呃我今天也点了这个鸡腿肉 它里面也会有大量的这个蔬菜啊 所以呢我几乎觉得就是汤咖喱的这个成本呢 有很大部分呢就是去到了这个蔬菜方面 因为蔬菜在日本来说真的是相当贵的 好我现在试一下这个鸡肉 好嫩的话 我再试一下蔬菜的部分 试一下这个南瓜 比较海道这边的南瓜呢也是超出名的 据说呢一般呢甜度都可以达到20左右啊 如果好的话 嗯 好粉 嗯 哇 嗯 哦 中头起来了 我要试一下这个饭的部分 嗯 嗯 它的米 有点不是我 嗯 认知上的那种比较软糯的那种 它是比较爽口的 而且呢 它配合了很多的 其他的一些粗粮在里面 感觉上是蛮健康的 好在来的还算比较早 你看现在后面 超多人排队 太好吃了 超感恩的 就是吃完这家餐厅呢 突然间会觉得自己在这么大风雪的天气 吃到这一顿顿的料理呢 有一那种 特别平凡又感动 但是又很实在很充实那种的幸福感 因为呢 确实它这种的料理 全部食材都是超平凡 超 简单的 没有什么经验的 东西 没有什么奢华的东西 但是它给你呢 非常充实那种幸福感 因为饱足感实在是太强了 说一下它的那个咖喱啊 除了那个汤头不得了之外 而且它的调味是相当的恰到好处的 以至于喝完之后一滴 你也不会觉得有咸的存在 那以往呢 吃完咖喱 可能我要喝很多的白开水 这一顿几乎是不用 因为它就是一道汤来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那个蔬菜的部分啊 蔬菜做的真的是太好了 每一种蔬菜 它都有自己特殊的那个料理的方式的 比如说是它是西兰花 它是用焗烤过的这个料理的 所以呢它是呈现一种焦焦糊糊的状态 但是我没想到西兰花焦焦糊糊 然后搭配上咖喱是这么好味的 胡萝卜很甜很香 山药呢是那种很爽口的 除了几乎好吃之外 它的配角们都是非常出彩的 配合着完成了这么一道汤咖喱的一个大戏 我觉得无论是主角配角还是打杂的 打杂的就是那种可能是边边角角的料理 合作完成了非常精彩的一出大戏 太棒了 今晚超治愈的感觉 请不吝点赞和什么 早啊来到了韩馆的第二天早上 那今天呢非常特别的日子 今天呢是平安夜 就是12月24号 所以你看就很有氛围感的 穿上了一个圣诞主题色 红色太张扬 绿色刚刚好 昨天晚上住的这个JR酒店还蛮不错的感觉 因为呢就首先它的床非常好睡 然后面积还挺大的 暖气我觉得刚刚好 不会觉得让你像在沙漠那种 就那么干燥的感觉 然后今天早上呢起来挺晚的 所以呢现在觉得也不太冷啊 现在出门的时候差不多已经11点 会去昨天原本想去的那个回船寿司看一下 后来呢我才知道JR1呢 它是有一个特色的早餐的 就是它的早餐上面呢是包含了一个回转寿司 原来是跟我们要原本去的那个回转寿司呢 有合作的 但是我们今天先去本店去试一下 看看水平怎么样 哦这边呢还可以看到韩馆向北的那种景色 那边刚好就有一个雪山 寻美的海更派 超美的海更津 不用看 啊 啊 啊 哎 啊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相上下的 因为它的品质还是蛮不错的 各种的鱼类还有这个水产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呢 它是有蛮多 就是在这边北海道独有的一些东西的 比如说呢 包括了黑群鱼 还有呢 就是多宝鱼的那个背鳍部分 附近的一些肉 还有那种长枪的乌贼 然后呢 就是它头上的那个部分 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 叫做远东多县鱼 这几种的话 我觉得它的 嗯 不能说是十分好吃 十分鲜甜那种 就猎奇的心态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呢 这几种都是一种白生鱼来的 相对来说呢 味道会 会清淡一点点 就是它自己个性化的那个味道 不会是太足的那种 它鱼的甜度 或者说是那种 味道那种鸣郁程度 那就没有我们这样吃开的 那几种那么足啊 算是一种 极鹅的 另外一种 那个形式 好 我准备来挑战一下吃这个生蚝啊 在这个朋友的怂名底下 再次尝试能不能够成功吃到这个生蚝呢 记得我上次在午后吃的话 就整个要 要凸出来的感觉 硬着头皮上 希望这次还好啊 因为它有一点点醋 还有一些辣椒酱 嗯 还有一个柠檬汁在上面 希望是好一点点 希望待会不要凸出来 是真的 一点鲜味都没有 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还能吃牡蛎 很爽脆 像是吃到一个有海鲜味的 奶油的质感 个头虽然很小 但是呢味道很浓郁 它是呢产自川路那边 一个叫做后岸的地方 叫做后岸的牡蛎来的 因为它第一口下去是有一点点爽脆 但是之后就很棉花那种口感 很creamy 原来好吃的 牡蛎是这个样子 强烈推荐大家 在神社前面碰到一只猫咪 想不到在这么冰天雪地的地方 也能碰见流浪猫 不过在日本的神社附近 的确很容易碰见猫咪 本来生存就不容易 在北海道这种地方 要平安度过严寒的冬天 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但看着它这么元气 而且比我家猫咪 还要胖乎乎的样子 神明应该也在暗暗庇佑着它吧 也不禁会想 如果在历境中的你和我 又有没有猫咪这么坚韧的生命力呢 我们在历境中的方式 我们在历境中的父母 也在历境中的身份 我们在历境中的父母 在历境中的父母 我们在历境中的父母 好了 北海道小尊洞野湖 韩馆六天五夜 第三集韩馆的部分行程 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集同样在韩馆 会在朝市吃北海道特有的花销馅 和后来在机场买到的 哪个会好一点呢 还会吃一下北海道的烤肉 和有回转寿司的酒店早餐 如果想了解我更多日常的小琐碎 欢迎追踪和关注我的IG和小书 做旅游尝试评真的很不容易 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 记得走之前点赞转发留言 这也是我坚持的最大动力 喜欢日本旅游和慢生活的朋友 也记得订阅关注我这些频道 还要开启小铃铛 有些影片就会及时收到通知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我是猫狼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